的士的玻璃窗被人打爆了 碎片散落一地 男司機在現場協助調查 在星期日晚上8點多 一個男人開著的士去到大角咀海亭道時 因為人有三急 於是拍下車去到櫻桃街公園公廁小解 但回來時發現被人包窗偷袋 損失大約1萬元現金和三部手機 警員接報到場上車看車鏡 發現一個戴著口罩的海宜男人 正在調查件事